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曹寅进京必见 康熙皇帝又给他派了个差 利用扬州现有的印刷出版条件 由曹寅主持出版另外一部大书 佩文运辅 佩文两个字是康熙皇帝自己的书债号 足见康熙皇帝对这部书极为重视 康熙自己说 曾经亲自参与过编转这部书的工作 当然 真正编转这部书的大活是张玉书干的 张玉书是康熙二十九年 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立部尚书 此后一直到康熙五十年 整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 张玉书这个人学识渊博为人厚道 他曾经编过不少的书 例如著名的康熙字典就是出自他手 他还做过明史的总裁 还做过大清会典的总裁 编过很多书 康熙皇帝把这个活交给曹寅 足见对曹寅是非常之信任 出于这么几点吧 第一呢曹寅是家臣 所以他信任 第二呢曹寅的学士才气 他信得过 曹寅懂诗自己写的诗又非常好啊 第三曹寅主持出版的全唐诗 大获成功啊 而且全唐诗印完之后 这个调一直没闲着 又印了冤见泪寒 还有其他的很多书 曹寅自己的书也印过不少啊 像炼庭诗超 炼庭诗超别集 还包括曹寅收集的很多书 收藏的很多书 像炼庭十二种等等 还替朋友们印了一些书啊 像朱一尊 没钱出不起书 曹寅就把这活揽过来 我替你出 就替朱一尊印了他的文集 那个时候要出一部书 可是不容易的事 从刁板到印刷到装订到出版 要花不少的钱 像朱一尊这些人是没钱的 没钱就不能出版书啊 曹寅为什么有钱出书呢 他的钱从哪来的呢 从全唐诗开始 这扬州诗局用的钱 是皇帝特许的用盐线 什么叫盐线 就是盐税的结余 盐税 无论是本金还是结余 都是要上交国库的 每年 这个盐线上交国库的钱 是不少的呀 那么康熙皇帝为了印书吧 就让曹寅动用这笔银子 不用再上交了 所以曹寅的扬州诗局 一直到后来 印配文运府的扬州书局 都是不缺银子的 所以曹寅就把这个活承拦下来 除了正差之外 他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那么配文运府 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 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配文运府属于类书 类书是什么书 类书是工具书 说到工具书 今天的朋友们比较熟悉的 是字书和词书 各种字典 各种词典 旧时的文人用的类书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字书 第二种词书 跟今天一样 第三种是运书 今天不太讲究了 但内书没有运书不行 第四种就是类书 最早的字书 说文解字 最早的词书是尔雅 这可都是读书的必备书 那么最早的运书呢 叫切运 已经不见了 没有存下来 后来的广运 籍运 元代的中原音运 到明代的红武正运 一直到清代的配文诗运 运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过去运文比较多嘛 诗字取付都要押运的嘛 这押运都要查运书嘛 出运 就是不合格的嘛 考试还要考这些东西呢 所以这个运书是必不可少的 再就是类书 类书最早是抄给皇帝 看的所以叫做黄兰 皇帝要读书 天下书太多了 读不完怎么办呢 大臣们就想了一招 把所有的书当中的精华 抄在一起分门别类 给皇帝进城 皇帝看这种书 事半而功倍 哎呀 皇帝很开心 你看到了宋代太平新国年间编的一部书 这部书就是类书叫太平预览 就是给皇帝编的 就是给宋太宗看的宋太宗 赵光毅 这个人呢 负面传闻很多 其实这个人是有优点的 他喜欢读书 他自己就说 正日读三卷 一年中 应该把这部书读完 这部书有多少卷呢 一千卷 你看 这个皇帝还是很好学的 后来读书人就发现 这种类书啊 不单是给皇帝看有作用 其实对做学问的作用很大呀 为什么呢 这里边是分门别类 抄了很多书的精华在里边 所以不用下功夫 再去找这么多书了 有类书在手 哎 找资料 查资料就方便多了 所以这就成了工具书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呢 作为工具书呢 它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类书 都是照着原书抄下来的 抄书就难免出错 虽然可以校对 也是随教随错呀 就像秋风扫落叶 随扫随落 这出错是难免的 因此呢 在使用类书的时候 不能光查类书 查到这些资料之后 一定要核对原书 核对原书就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呢 哎 就查到了原书 是怎么写的 对还是错 一目了然 如果抄错了 根据原书 就盯正了这个错误 没错 当然好了 还有一个结果呢 是原书不见了 最早的类书 都有这种情况 最初抄的那些书 不见了 但是这些书的内容呢 至少是一部分内容呢 都保存在类书里了 哎 这个时候呢 在做学问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 就要说清楚 这个原书已经亡意 我是从哪部类书当中 找到的这个资料 哎 这就是做学问 严谨的一个态度 类书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保存了大量的 已经丢失了的书 里边的内容 后人根据这些内容 就勾成出了一些 各种各样的分类图书 例如 鲁迅先生呢 就是会用类书 他用类书 勾成出来一部 叫做古小说勾成 就是从类书当中找出来的 因为类书有用 所以自古以来 官家也编 私家也编 官修的类书 最早的传到今天 我们还能够见到的是 唐代欧阳荀 主编的《易文类剧》 这部书编得非常好 说到《易文类剧》 我还想起了一件往事 上个世纪的1977年 我去青岛参加全国汉语大词典 编写工作会议的时候 随身带了一部《易文类剧》 没事的时候翻一翻 跟我住同一个房间的呢 是我的老师吴孟富 他是个大家 他看到我在读《易文类剧》 他就说 这部书背了多少了 我一听 怎么这个书还要背 他就笑一笑说 我背给你听 哗啦哗啦背了一大段 我再背给你听 哗哗哗又背了一大段 哎呦 我当时真是吃惊极了 前辈学人 做学问如此之刻苦精深 无碑不济眼 丝修的类书就更多了 你看像白居易 自己都编过类书 著名的《白孔六帖》 就是白居易编的 像徐坚编的《初学记》后来的《北唐书超》 后世类书编的就很多了 像《册府原规》 冤见泪涵 永乐大典 有人说永乐大典 原来是类书啊 对啊 永乐大典就是类书 永乐大典是谢靖主编的 但是谢靖不负责任 匆匆交稿 永乐皇帝非常不满意 发回了重编 这时候谢靖才知道 这事不好 赶快认真编辑这部书 说起这部书呢 他真正的主持人 还是姚广孝 姚广孝是著名的资医宰相 是个和尚啊 他白天上朝的时候 穿着官服 下了班 回到他的住处 就是庙里边 他就换上一身僧衣 此人在名处贡献极大 姚广孝主持这件事情 让谢靖来做主编 是有他的苦心的 他是为了保护谢靖 怎么说呢 谢靖是个才子 是才傲物 话太多 自古以来 话多的人就容易惹祸呀 所以姚广孝 为了保护他 把他拉来 把他的精力 都给他耗在编这部书上 他就没有机会 再发别的议论了 果然保护了他很多年 结果没想到 后来这个谢靖编完 这个永乐大典之后 还是不改这个脾气 话太多 终于惹了祸 被抓进去了 最后死在监狱里了 可惜的 不单单是谢靖 永乐大典的命运也不好 晚清的时候 毁于冰火 今天留下来的 不计十分之一 清代的康熙年间 编转了两部 大型类书 一部叫做古今图书基成 一直到雍正年间才出版 另外一部 就是配文运辅 由张玉书 带领着76个人的团队 辛苦多时 终于在康熙51年年初 编转成功 由康熙皇帝 交给曹寅主持出版 这部配文运辅 编写体力 跟其他的类书 有很大的不同 其他的类书呢 基本上都是 分门别类来编转 所以使用的时候呢 很方便呀 例如你到泰山旅游 想写一篇 有深度的泰山游记 你就去找类书 找到山部泰山条 古往今来 所有关于泰山的 诗词曲附 游记文章都在这里头了 那你这篇文章 你可以写得多精彩啊 唐人怎么说 宋人怎么说 历朝历代的名人 犹太山的时候 留下了哪些篇章 我有什么感想 跟古人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同 哎呀 这篇文字写出来多精彩啊 再例如 你想写一部书 古人爱学习的故事 好 你就找到类书的勤学门 诶 古往今来 所有关于勤学的故事 都在这里头了 而且是各种文体 那你就搜罗吧 搜罗出来以后 你用你的语言 再把它表述一遍 这就是你写的 古人爱学习的故事 那么 佩文运辅既然属于类书 自然也有此类功能 但是 佩文运辅 跟其他类书不同之处 在于 它的编写体力 其他的类书 咱们前面说过 都是分门别类编转的 诶 这个佩文运辅是按运编的 按什么运 佩文是运 萍水运 萍水运分成106运部 因此呢 它就编成106部 这种编法并非首创 永乐大典 就是分运编成的 只不过永乐大典 所依据的是红武正运 红武正运怎么回事呢 红武是朱元璋的年号 朱元璋做了皇帝 朱元璋的方言当中 就没有入绳字 而古代的运输 大量的入绳字 他不喜欢 他觉得 应该编一部新的运输 于是他就组织人 编了一部 红武正运 其实在他编红武正运前的51年 已经有人干过这个活了 就是元代的周德青 编了一部中原音韵 这个书的影响很大 编的也非常好 只可惜呢 收字收字少了一些 为什么呢 它是依据元代 元曲当中的北曲收的字 戏曲当中 字词就相对少了一些 红武正运编得很庞大 但是朱元璋始终不太满意 编了很多年啊 一直没有通行啊 佩文运府是根据 萍水运的106运部 编成了106部 这个所谓的萍水运 并不是宋代的萍水运 因为那时候是107运部吗 到清代初年 做了一些改革 把它合并成106运部 当然也叫萍水运 正式的名称呢 应该叫佩文时运 你看还是用的 康熙皇帝自己的书斋号 明明的 这种编法是以运细字 以字细事 查起来也跟别的类书不同 别的类书 无论是字词还是句子 都是从前边的字开始查 而佩文运府呢 无论是字词句子 都是查最后的一个字 查这个字 属于哪个运部 找的这个运部 找的这个字 跟这个字相关的 以这个字结尾的 所有的字词句子 都在这里头啊 所以 对写诗的人帮助最大 因为写诗 需要查运 这里边可以查 需要查典故 这里边太多典故可以查了 诗时常用点 为什么要用点呢 因为诗的语言特点 就是凝炼 而用点 有助于这种凝炼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读到典故 就会立即联想到典故的出处 以及所涵盖的人物故事 以及历史 这就无意间放大了诗的意涵 诗人当中最讲究用点的 是宋代的江西式派 创始人是黄庭坚 就是苏门四学士之一 当然他们尊奉的鼻祖 还是唐代的杜甫 江西式派的影响很大 影响所及 一直到明清以后 我的老师吴孟富 就主张诗学江西 所以他的门人 基本上都是按江西式派的要求写诗 例如经常跟我诗词唱和的 我的一位同门詹亚元先生 就是典型的江西式派 他用点很确当 讲究点铁成金 无一次无来处 你看《红楼梦》里贾宝玉 就问薛宝钗吗 绿玉改成绿蜡 可有什么出处 诶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 这个意思就是啊 写诗 潜词 造句 都不能生编映造 前人 没有用过的 不能乱用 因为 写诗 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给你自己看的 如果别人看着别扭 不习惯 乃至看不懂 你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啊 如果不规范 就是个错误 所以 江西式派讲究 无一字无来处 真正的用意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 诗的语言 怎么学习呢 你看 诗的其他技法 例如 格律 瓶子 对账 都是可以教的 唯独这个语言 教不了 只能你自己去体会 怎么体会 反复读诗啊 这个时候 你在写诗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 这些词枣 就都蹦出来了 我的老师刘曹南 就主张读 李商隐诗 为什么呢 他就说 李商隐诗当中的词枣 是最丰富 最华美的 当然 不止一个李商隐啊 配文韵符里边 专门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对句 一个部分是摘句 这个所谓的摘句 就是 把古往今来的好诗句 都摘抄在这里头了 哎 那你要是读诗 你要是体会 你要是学习诗的语言 你要是找诗的词枣 都在这里头了 对句呢 是个技法 哎 就像林黛玉 教相邻学师 说的那段话 诗 不过 就是起乘 转合 中间两连 是两副对子 平的对则的 则的对平的 诗的对虚的 虚的对诗的 注意了 这个地方 一定是超书的人超错了 这曹解琴 绝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 因为 平的对则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讲的是生运 平生对则生 则生对平生 而 诗的对虚的 虚的对诗的 这个不对 应该是虚的对虚的 诗的对诗的 这讲的是 词性 也就是要词性相对 例如 无边落幕 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无边对不进 落幕对长江 萧萧下 对滚滚来 词性一定要是相对的 这就是诗的对诗的 虚的对虚的 再例如 装生小梦 蜜蝴蝶望地 春心 脱杜鹃 除了凭则相对 雌性还要相对 诗的对诗的 虚的对虚的 这里头还有两处用点 一个是庄舟画蝶的故事 一个是杜鹃提血的故事 当然 佩文韵甫作为类书 也都是抄来的 那既然抄书就难免抄错 所以呢 这部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抄错的地方比较多 那么 也就是说 在用这部书的时候 查这部书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核对元素 有一个例子 上个世纪 红学界的一位大咖 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他找到了 金陵十二差的 最早出处 是在南史周盘龙传里边 我看到这篇文章 我立即就知道 他错了 错在哪啊 就是 他懂得用类书 他用的是佩文韵甫 但是 他没有去核对元素 没有去核对 南史周盘龙传 南史周盘龙传里边 写的不是金钗十二 而是写的金钗二十 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的时候 最初的工作是收词 最早分给我的活 就是从南史当中收词 那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一个词一个词的往外选 所以周盘龙传 我很熟 我当时读到金钗二十枚的时候 还在想 为什么不是金钗十二枚呢 所以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这就是 只查类书不核对元素的问题 我记得 我的老师刘操南 也讲过类书的使用 他把使用类书叫做 有限投篮法 查类书可以省去 查很多书的麻烦 所以这是个投篮法 但是呢 你不能只查类书不去核对元素 因此它叫有限投篮法 曹颖对配文运府的事 非常上心 他当时是南京扬州两个地来回跑 他还有政差呢 还有江宁制造和两怀延误的事呢 在不耽误这些事的前提下 他对配文运府的事情非常负责 他是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底 去扬州安排配文运府的事情 可惜七月一号就得病了 他只是苦苦熬了二十多天 到了七月二十三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这个事不能停啊 所以康熙皇帝就把这个活 派给了李旭 由李旭接着曹颖把这个事做完 李旭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 在康熙五十二年 配文运府终于可以出版了 康熙皇帝非常高兴 看了样书之后 立即吩咐 刷印一千部 让李旭啊印这么多 哎 现在一部书出一千部 算是少的了 但是那个时候 这么大的一部书出一千部 哎呀 这个量已经是非常之大了 还指示的很具体 因为开画纸 太史连纸 这个纸张很金贵啊 垫板书 都是用这种纸来印啊 他所以你看康熙皇帝很细心啊 专门提出来 用江乐纸印两百部 这什么意思呢 江乐纸就等级稍微低一点吧 江乐纸是福建江乐出的一种毛边纸 最好的纸是西山纸 也很好吧 也就是仅次于开画纸和太史连纸 李旭跟曹家是至亲啊 是曹雪芹的旧爷 你看 这部书成于曹银李旭之首 曹雪芹对这部书是什么样的感情的 可想而知啊 曹雪芹写了很多好诗 虽然我们见不到他的诗集了 他留下的诗 我们知道的只有两句 还是他的朋友给他寄下来的 除此以外 就是《红楼梦》里写的这些诗啦 这些诗写得非常之好 想来这么多的词早 这么多的典故 应该跟配文韵佛是分不开的 《红梦》第八回 宝钗跟宝玉说 宝兄弟亏你震日里杂学旁收的 说这位宝兄弟是杂学旁收 其实真正杂学旁收的人是曹雪芹 你看看 《通步红梦》当中 杂学内容是最好看的内容啊 那么这些杂学知识 它是哪来的呢 谁对它的影响最大呢 应该说还是曹银 那么曹银的杂学旁收 是个什么情况呢 咱们下一讲 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